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这一次网上大阪大学留学直播 我是大阪大学国际教育推进中心的研究员张希希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这一次活动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主要是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由我来为大家用PPT来讲述一下大阪大学的概况 和一些留学方面的一些资讯 等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位同学应该是没有静音 请大家进来之后保持静音哦 不然我们今天人数比较多进来就感觉比较混乱 好那我们就早速开始 刚刚说的我是说第一个环节是由我来讲 然后第二个环节是我们的 大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读的五名学生 为我们来讲解他们在板大的留学的心得 以及他们也会有一些感想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也会以线上提问的方式来向这几位同学提问 因为他们都已经是在板大有读完硕士都已经是博士生了 所以其实经验是很丰富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到时候也可以在对话框向他们提出 然后我们第三个环节呢是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动跟交流 因为我们今天人数比较多 所以大家在保持静音的情况下 然后可以在我们对话框里面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挑一部分进行回答 然后如果没有能全部回答的话呢 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因为我们有微信群嘛 我们今后还可以在微信群里面继续跟进 而且我们在今天活动之后会有一个问卷 到时候大家填问卷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填在问卷第12题里面 然后我们会大阪大学国际处的老师们会统一解答之后 再反馈给同学们 好大家稍微等我一分钟 我来准备一下我们的PPT 我来准备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畅度 这点请大家包含一下 所以大家现在看应该看到的是我的桌面 我们以这个方式来讲 这样应该是可以看清楚的 对不对 用这个手机对的可以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留学宣讲的题目呢 叫做 留学版大发掘你的无限可能 这个用日语说的话就是 这个也是跟我们接下来放的一个视频 它的这个主题是吻合的 先自我介绍一下 刚刚也跟大家说过 我是大阪大学的研究员 然后我也是毕业于大阪大学 是毕业于大阪大学的文学研究科 日本语学专业 然后拿到的是文学博士学位 我的研究的方向呢 是日本语的语法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知道这个大阪和板大呢 我们再说到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看到它很对称大阪和板大 首先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大阪这个城市 然后再来介绍大阪这个城市之中的大阪大学 大阪 我们如图所示 大阪呢 它这个位置是在日本的 其实是偏于西南方向 在这个位置 红色这儿 它离东京的距离大概是坐新干线三个小时左右 所以其实相当于我们北京到江苏一带 或者是甚至更近一点这个距离 然后大阪它这边叫做近几地区 它的周边是离京都 神户 奈良 这三个地方 它的车程大概都是一小时左右 所以这一个圈子 它其实是文化是非常饱满丰厚的一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京都 奈良 还有一些它代表大阪城 神户的大陆岛附近的这个大陆大桥 这些都是它周边的一些代表性的风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阪 有一个跟大阪比较相关的一个 近期的一个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是2019年度 2019年度的大阪被评为了世界十大移居城市 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一次 其实我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大阪人都不相信 因为大阪人觉得我们南边其实还挺乱的 有时候还挺脏的 然后也不也也还是觉得大阪这个地方怎么会挺到亚洲第一 那其实我们看它的评分 它的安全性 安全指数 它其实是相当高的 它的安全指数 这个是一个 英国的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一个评 一个评论 它这边安全指数打了100分 然后 生命健康这边就它的医疗条件 也是打了100分 它的文化环境方面 就是这边还包括一些博物馆设施呀 或者一些文化交流设施 这边是打了93.5分 它的教育条件也是打了100分 因为大阪大阪这个城市里头呢 它的大学数量非常多的 以大阪大学为首 还有大阪府立大阪市立 以及关系大学等等很多大学在大阪大阪府内 然后它的基础设施是达到了96.6.4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分数还是相当高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大阪旅游过 如果来过的话 应该知道大阪大其实是一个 大阪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它整体交通或者是各方面 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 以上是我对大阪这个城市的一个介绍 所以大家如果是没有来过大阪的同学 觉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 会不会有一定的担心 其实在这些方面呢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等一下我们这些前辈 也会为大家讲到 我们这个 在这个城市居住 生活 学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阪大学呢 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问大家是否了解大阪大学之前 应该先问大家是否听说过 因为去年我在去年10月份去咱们北京 出差去到这个留学展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大妈跑过来问我说 请问大阪大学是民办大学吗 然后我非常震惊 我觉得 原来大阪大学在咱们国内的知名度 还是如此之低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下定决心 觉得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 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到大阪大学 这一所 其实是世界排名前100嘛 国立大学 然后希望下一次 我在回北京回上海参加留学展的时候 不会有人跑过来问我 大阪大学请问是民办大学吗 为什么不知道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在进入大阪大学 他的历史介绍之前 我想为大家播放一个短片 准备一下 这个短片的名字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在留学版大打开你的无限可能 这是实在喜欢的 uge短片 我真的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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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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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高的意識上人生在高高的意識上人生 更能感受到人生 我必須有這個人生 其人無法感受到高的意識 我必須能為人生 我必須有一個愛的心靈 自分の興味湧いたことを とことんまで調べ尽くせる環境が大阪大学にあるんで 世界一のことをできる 自分にしかできないことを表現できる場合 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以上是我們的2個視頻 後面還有3個視頻 給大家播放 等一下 我們再來打開它 ぜひ大家包含 因為我為了保持 我們這個直播的流暢度 所以採用了這麼笨的方式 來播放我們的視頻 接下來我們回到TVT 好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過 現在是可以看到TVT的嗎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過這個視頻之後 有一種怎樣的想法 去看的 這個是懷德堂 是其實是板大的一個非常非常久遠的一個前身了 那還有後面的這個1838年的 有個叫 世俗 他的創立者是叫徐芳鴻鴻鴻 這個人他其實創立的這個世俗是大阪大學醫學的前身 那如果是稍微了解一點大阪大學的同學應該都知道 大門大學的醫學是很厲害的 他的醫學院就在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崔田校區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學科 然後現在是最近正在致力於研究咱們這個新冠的這個疫苗 以及最近還在研究這個IPS細胞 再生細胞做牙齦或者是做心臟瓣膜等等 最近是在做這個研究 這個是我們醫學的前身 然後大阪大學他作為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首先建立的時候大概是在1931年 他是作為日本的第六所帝國大學建立的 那在東大以及東北大這些之後 1931年的叫大阪帝國大學 後來在戰後改成了大阪大學 那在1949年以後就變成了國立大學大阪大學 在2007年大阪大學是合併了我們位於紀念史 MINO的一個大阪外國語大學 然後就是07年 然後我們是到2021年為止 是大阪大學本校建校90周年 然後如果算上大阪外國語大學的話 就是100周年 那到2031年從本校建立100周年 從其實從去年開始 就是板大也一直為自己這個校慶 像咱們國內一樣也是做校慶 一直在做各方面的活動 其中一個就是給我們附近的車站做了更名 比如板吉 有一個板吉車站 它以前有一個站叫石橋 是離板大最近的 它現在叫石橋板大前 那我們還有一個輕軌 輕軌以前也是 它是有一個最近的車站是叫板大病院前 本來就是在板大 但是它最近是從5月份開始 新開了大阪大學號列車 是整個車廂都是包裝 從大阪大學的字體 這些100周年紀念的樣子 這個是我們目前在搞的校慶 所以到了2021年 會有一系列的學術的一些交流活動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到時候可以參加 大阪大學的校區 它主要是有四個校區 其中呢 我現在所在的是它最大的校區 也成了本 公所在地 就是我的位置 它是叫吹田 吹田呢它是根據地名命名的 它主要是在大阪的北部 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大阪市 北部呢這邊吹田下去大概佔地是不到差一點點到100萬公里 它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校區 然後在離它不遠的地方 有封中校區 是我們理科基礎工學 以及大部分文科所在的校區 封中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校車坐過去的話大概是十幾分鐘左右 在這兩個校區的北面 有一個 我們不能說是山區吧 但是離風景秀美的 基面山是非常近的一個 叫基面校區 Minnon Campus 它呢就是我們大阪外國語大學 也就是說是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的前身 它現在主要是大阪大學的外國語學部所在地 然後也是我們的言語社會學科 以及日本與日本文化中心所在地 除了這三個主要的校區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叫中指導中心 它是一個會議及研究中心 是在梅田這個地方 離梅田非常近 如果是稍微知道一點大阪同學的話 應該知道梅田是大阪大學商業 是大阪的這個市的商業中心 所以它是處於商業區 是方便學術交流的一個地理位置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校區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大阪大學它的院系 和它的在校師生和職工術 大阪大學它是因為我們給它定位叫 綜合型研究型綜合大學 所以它的學科其實是非常廣的 理工文一就各個方向都包括 那它有11個系 有16個研究生院 在大阪大學這邊叫大學院 有17個研究中心或者是其他交流中心 還有設施之類 有6個研究機構 有4個大學圖書館 其中最大的一個大學圖書館 是在我們的剛剛提到的 封中校區叫綜合圖書館 還有兩個大學附屬醫院 也就是說這邊的醫學研究是非常強的 所以也有兩個附屬醫院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教職工以及學生數量 根據我們2019年5月份的統計數據呢 我們目前是有本科生15000多名 然後碩博加起來是8000多名 然後教職員工加起來是大概是7000名左右 這個是我們的在校生情況 其實跟咱們國內的大學相比的話 可能只是一個中等規模的院校 因為咱們國內據我所知 很多學校其實都有四五萬人 這個是大阪大學的一個規模 那我們具體來看一下 他這個研究型中和大學 他具體分了哪些學科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跟大家比較相關的 因為我知道今天很多同學都是大學在校生 大學在校生的話 其實如果是報考版大 應該是來做直接來讀碩士 或者直接來讀博士 我們看他這個跟我們碩博相關的研究科 是有16個 這邊是文科類 理科 基礎工 基礎工的工學是非常大的學科 然後語聯文化類 這邊是法學跟生命科學類 還有幼兒發展學 所以大家根據學科的話可以看到 但是有一點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們就是中日之間 大學對於學科的具體劃分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拿我之前所在的文學研究科來做一個舉個例子 那文學研究科我們 我們就表面上看它是文學兩個字 但是其實呢 它下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 它包含了語言學 電影 電影 文學 還有我們這邊叫演劇學 包括哲學思想 歷史 都是在這個文學研究科裡頭 所以雖然大家最後拿學位都是拿的文學學位 但是其實研究的東西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可能你可能是研究史學 其實在很多其他大學 史學是專門作為一個單獨的所謂學科 最後拿博士學位或者拿受學位 可能是叫史學學位 但是在板大這邊是統一叫文學 那醫學這邊 等一下我們也有一個醫學的前輩來跟大家講 醫學這邊劃分的也非常細的 現在醫學跟藥學這邊也有很多我們的中國留學生 就更不用說工學跟基礎工了 這邊是我們的文學最集中的地方 學部這邊我們就略過 大家就簡單看一下 我們的學部有11個 然後看大阪大學的研究機構和設施細分 這個大家可以簡單看一下 因為很多同學可能要來到大阪大學之後 或者是真正開始報考的時候 才會去更多的了解到這一方面的信息 那我們這邊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有一個日語 日本文化教育中心 在我們的紀念校區 它其實經常會做一些 現在會做一些網課 面向於咱們國內授課 那現在是冯基大學在做我們這個網課 它是 裡面有非常多的留學生 在日語日本文化教育中心 也有很多我們的留學生畢業之後 會留在這個中心做老師 是教外語或者是教文化課等等 以下這邊是我們的教育研究機構等等 那說到大阪大學的一些研究機構 我們想為大家介紹兩個比較知名的 一個是免疫學 大阪大學的免疫學前研研究中心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圖中這些代表性的研究者 免疫學的它的前身 其實我們可以溯源一下 它最古老的前身 就是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這個 巨方弘安所建的世俗 這個世俗後來它是 從世俗開始分 分化成了醫學、理學跟工學 那在醫學這一方面 我們逐漸延伸出來了 我們目前所說的這個 大阪大學免疫學前研究中心 它是在整個世界知名度 都非常高的一個中心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們的機器人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工學這邊的同學 可能有同學會了解到 這個機器人學這邊提到的話 有一個非常知名的 世界知名的一個研究者叫石黑號 石黑號老師是大阪大學的 目前還任教中的老師 他所研究的這個機器人呢 其實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如果是去網上去搜一下 石黑號老師的話 就會出來很多關於他的一些報道 或者是機器人的一些視頻 他起初登上世界頂端雜誌的封面的時候呢 其實最著名的是他做了一個跟自己完全一樣的機器人 也是 是這位大家能看到嗎 這個 石黑號老師 這個是他最初非常知名的一個作品 是 就是根據大家可以看到是根據他自己的穿著 自己的表情 自己的各方面的這個 然後把自己做成一個機器人 然後包括他的說話一些豐富的一些動作 這個是他的一個非常知名的作品 然後後來呢他又做了一個作品 也是現在經常在版大的宣傳片裡面出現的 一個叫艾莉卡 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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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女士是他 現階段比較有名的一個作品 然後其他作品還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還做了一些可以登台演出的機器人 像這邊 關於這方面的報導 大家可以網上看一下 我們不做詳細說明 那還有一位 比較有名的是淺田念教授 淺田念教授他起初是做了一個安卓達芬奇 然後目前他是做了一個機器人寶寶 我們說這個機器人研究為什麼現在這麼火 一方面除了他可以代替一部分人類勞動之外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他能夠做一些 比如說我們不方便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能夠沒有休息的事 沒有休息時間的去做一些事情 人的體力是有限的 當然機器人的話充電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那機器人寶寶 這個也是他其實有一種療癒作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養老院經常跟幼兒園建在一起 那現在這個機器人寶寶 他其實有一個可以探討的一個使用領地 就是療癒作用 那你去讓這些老人家去抱一下這個機器人寶寶 他可能是用灰膠來做手感也還是可以的 雖然我還沒有親自抱過 所以他是對於老人家或者是病人 是有療癒作用的 這也是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用處 我們之後也會有我們板大十黑號老師 這邊專業的一位羅兆傑助教 他之後也會到我們城裡面去 大家可以跟他去交流一下具體 這個是我們非常著名的學校的機器人學 再接下來我想以機器人跟免疫學鋪墊之後 介紹一下大板大學的創新 那現在咱們國內經常提到了一個詞就是商創 創新創業 現在創新在日本這邊叫 日本這邊叫Innovation 就是英語詞翻過來的 然後創業其實這邊經常叫Startup 這邊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個趨勢 大板大學它是在創新方面這兩年非常重視的 首先我們可以用一個數字來說明這個問題是 我們2017年的這個叫Nature Index Innovation 這個大板大學是在世界排到31位 在日本排到了第一位 這個是我們經常拿出來說的 因為是我們引以北澳的一個數據 還有呢我們大家非常關注的一個 一個我們的大學排名 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沒有關注QS這個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它是近期已經出現了20 已經出來了2021年度版了 2021年度版大板大學是排到了72位 然後在2020年度版是71位 它可能就是排的比較超前 雖然咱們現在還是2020年 但是這個排名每一年都是要提前排的 這個是大板大學的一個排名情況 它是大概是在71這個位置 大家在找學校的時候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好我們說到這個創新這個方面呢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要提就是我們的產業在校園 大板這邊管它叫Industry on Campus 我們不知道大家在咱們國內有沒有聽說過這個產學研合作 我們當然也叫產學研聯合 是目前各個大學不光是日本這邊 咱們國內包括一些歐美的學校也都是非常非常大力在推的一個方面 它我們來介紹一下什麼叫產學研合作 很多同學可能還沒有聽說過產學研合作 它其實就是企業跟科研院所 還有高等學校的三者的合作 那它是通過這些合作呢 來達到以企業技術需求和科研院所或高等學校為技術供給方之間的合作 它其實就是促進了這個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要素 把它們有機的給結合起來 這樣一方面 企業所需要的這些技術可以通過科研院所或者是大學來合作得到 另一方面呢 咱們大學的這些同學們這些研究員也是可以通過這種合作 去企業實習 或者是將自己的研究成果 及時轉化成一些市場 市場上的一些成果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有 怎麼說 一個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一個項目 那大阪大學這兩年也是在推這一類的項目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實際的一個一個成果 現在是我們共建了98個共同研究實驗室 它是分布在各個校區的 通過這些共同實驗研究實驗室呢 我們的這些老師和研究者們 當然還有同學們都可以參與進來 然後可以進行技術探討 可以去企業實習 可以進行共同研究 然後實現研究成果的轉化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其實在這個時代 得天讀後的一些研究條件 是前的一些學生們所享受不到的一些資源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的這個近兩年的 近四五年的一個研究成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在首先是剛才這個免疫學領域 我們是得到了中外製藥公司 大總製藥公司他們的這個合作 它都是以十年為單位的 然後在信息科具領域 是得到了大津工業主持會社的合作 我不知道大家應該聽說過這個代研 有很多電器都是他們生產的 這些知名的這些公司企業呢 現在都是跟大阪大學正在合作中 如果是來這邊做研究讀書的話 其實是可以去這些企業實習的 大阪大學它的學術方面 我們剛剛是講到的創新 它的學術方面呢 包括也是推進創新的方面 是現在在咱們海外有四個單位 我們叫海外據點其實 其實是我們現在主要是有四個 歐洲學術研究中心 東亞學術研究中心 北美學術研究中心 和東南亞學術研究中心 其中呢 跟咱們最息息相關的是 東亞學術研究中心 這個是目前是在上海 那今天我們群裡面也是有 我們東亞學術研究中心的 之前大家在群裡面應該見過了 是徐一老師 他也是常年就在我們這個 東亞學術研究中心辦公 大家如果是去上海的話 可以去同濟大學 同濟大學金管樓的17樓 去看一下我們這個 東亞學術研究中心 我們有很多大阪大學的資料 或者是一些手冊 留學資訊 都是可以在這個中心看到的 東亞學術研究中心 它主要做什麼呢 它其實主要是做大阪大學 在東亞地區 尤其是咱們中國的這個學術 學術推廣 然後校友聯合 那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校友 其實在大阪大學留學之後 會回到咱們 會回到咱們中國去 然後是去大學教書 或者是進企業 有人自己創業 那我們也是通過這個 東亞學術研究中心 把這些校友團結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我們去年在北京 辦的校友會的活動 那我們在板大這邊也是會 通過校友會的連接 在咱們各地 西安北京上海 或者是今後還有其他地方 會辦各類校友校友活動 到時候大家也可以關注我們的資訊 然後可以去參加 接下來我們講完板大的概況之後 就要來講一下板大的學習 就是我們在板大的學習 就是我們在板大的學習 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我也是準備了兩個視頻 來跟大家看一下 在板大的學習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我先來把這個共享推出 我們來看兩個視頻 這樣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很清楚嗎 加冰幫我點個頭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首先第一個視頻是叫 Saji Nosa University 這個是我們一個中國留學生拍的 Osaka University Osaka University OpenU in Osaka About Studies Hi, I'm Osaka Bob Osaka Tourism Supporter I really want to study abroad at Osaka University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wonder what daily life is like for the students who go to Osaka University Let's ask them Let's ask them I'm studying nuclear structure How to construct nuclear from the quarks and gluons inside of it When I was choosing graduate school What I'm most care about is research abilities such as rankings And I found that the Osaka University has a very very good high energy theory group And there are spring theories studying there And I'm mostly interested in that So I chose the Osaka University I think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in my group is very good I can discuss with any professors And they can give a lot of information And I can discuss with them anytime That really helps me to understand physics a lot Yeah, that's how I'm very glad that studying at the Osaka University I sometimes go around the Kansai area For example Kyoto For example Nara And I especially like the temples in Kyoto They are very delicate Go there with my Japanese friends In my lab Actually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this nuclear structure So I really want to Effective way of calculating this nuclear structure from QCD And also I also want to understand the quantum gravity It's some like things inside of black holes I think that is also the aim of the whole theoretical community Hi guys, please come to study at the Osaka University The atmosphere here is very good The professors are very nice And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You will enjoy your life here So what did you think? Did you get an idea of what studying abroad at OU is like? If there's anything you need to know Contact us at any time Boong Hey everyone ięcy jaki 所以在咱们国内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出口会申请公号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再解决 所以大家如果有强烈意愿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上海的 我们跟焦大正在合作 然后可以通过焦大来发出一部分消息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焦大中日桥 我们可以到时候用这个来发出我们一些活动消息 以及我们有官方微博 等一下在我们这个PPT的最后呢 我们会讲到这个官方微博 我们刚刚是看到了这个学习 我那个跟大家来继续就学习这方面继续讲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两年 其实复日留学生其实是在增长的 这个大体趋势呢是怎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红色这条线是日本全体 日本整体的留学生 它的一个曲线 然后蓝色这个部分是大阪大学的留学生曲线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在这15年它是在持续增长中 我们从旁边这个丙状图来看一下 我们的留学生来到日本来到大阪大学都只要学一些什么专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工学是非常多的 工学跟人文学是相对多的学科 其他学科的人目前还相对少一些 那医学生的话也相对少 因为医学生其实本来就是那个考进来就很不容易 毕业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从版大留学生的这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是全体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来看的话也是工科类的多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数字 那目前我们是2594名 这个我们也有个具体数字 它都来自哪里 现在大阪大学是2019年度呢 有2594名 全世界各地111个国家的留学生 这里头亚洲留学生居多 亚洲留学生有2130多名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里头中国留学生有多少 我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 这里头中国留学生有1226名 所以中国留学生其实在大阪是一个非常大的团体 那在全日本各个大学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团体 所以我们也有中国留学生的一个 我们有学生会在这边 我们管它叫也不叫留学生会 我们管它叫中国留学生学友会 可以负责就是各个各个部门的 中国留学生之间的一些从事里的活动联系等等 这个是我们的留学生的分布 所以大家其实来到大阪大学肯定是不会孤单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陪着你一起学习生活 这个我们平常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因为毕竟中国留学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所以在我们跟国内的一些高校 比如说我们有上交大 或者是我们还有上外北外以及西安的一些学校 我们在这一学校交流的时候 中国人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会有一些workshop让中日之间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流 让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可以跟南部博内的学生一起交流 学期 讲到这个学期呢 其实大阪大学现在的这个学期是一个不太好理解的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有春夏秋冬四个学期 那我们的入学可以集中 入学主要是在四月跟十月 毕业典礼一般是在三月跟九月 但是我们的新学年开始于四月 很多人现在可能已经在脑海中有疑问说 为什么有四个学期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种设定 对于我们学生而言的话 在上课上其实还是分为第一学期跟第二学期 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对于老师而言 他在进行课程设定的时候 他是可以以春夏秋冬四期来分的 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来到板大又想从板大去外国 去其他的欧美国家去留学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个学期 如果这个老师开课的话 去用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就修完了 这一部分的课其实是有利于交换留学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划分 但是我们上几课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一整个学年的划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板大留学生的开启方式 那大家都知道来日本留学 其实语言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 来板大留学的学生呢 当然如果你会日语 你的选择的范围会非常的广 尤其是作为文科生 因为目前文科是没有 study in English 那我们可以看来板大当然也是可以用幽语的 比如说我们应该也有 我们等一下会几位前辈 语文科的或者是医学的 他们其实是跟老师在交流的时候 或者是在写论文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都用英语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文科还没有这个 因为文科大部分就算读文献也还是要用日语的 所以文科对于日语的准备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让我们这个地方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参加我们直播的都是大学生 那高中生这边呢 其实它要更加复杂一点 因为有留考 所以关于高中生这方面 我们以后会专门出一个板块来讲到 今天我们应该会有几位 应该是有两到三位左右高中生同学 大家也不要着急 我们后面会有一些 会有后续的一些详细介绍 我们说到这个正规学位之外 比如来到大本大学 还可以参加短期交换的学 我们说了这第三个 短期交换的学是没有学位的 但是它而且它的期限一般都是半个学期 一个学期 所以一般都是一年以内 短期交换留学它有一个前提 是你必须得是 就是板大的几内校 我们要有交流协议 才能比如说负免学费 然后你才能才能各种交换留学 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英语课程 英语课程现在选择范围比较少 主要还是集中在理学基础工 那跟信息科学这方面 主要是跟那个电脑信息 和一些理工方面学科比较多 尤其是物理化学 其他学科的同学 如果是全英文授课的话 还比较困难 所以是文科如果想要考板大的话 日语水平还是要有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 上一天讲到了这个交换留学 讲到交换留学呢 就必须要讲到这个交流协议 比如说上海交代 或者是先生交代 他们跟板大都是姊妹校 是有交流协议的 那目前我们交换留学 因为要互免学费 互认学分 牵扯到这两个问题 所以是要有交流协议才能 才能交换留学 这个地方 因为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同学 可能还不是我们 这个姊妹校的同学 接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 要推进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地方我们就略过讲 那我们现在是跟131所学校 是姊妹校 跟613个院系 是姊妹院系 基于这些学的交流协议呢 就可以进行 这些短期交换留学项目 短期交换留学项目呢 有比较 比如说我们有文化类的 文化类的有这个文化交流比较短 主要是文化体验 语言学习等等 还有一些是综合类的 综合类的根据他的 对于语言水平的要求 可以是用日文的 还可以是用英语的 分为这两个不同的考词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是叫Frontier Lab 这个主要是共同研究 针对于大学4年级以上 硕博生 他们可以来到板大跟导师一起做共同研究 可以进到实验室去 去了解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研究 这个关于这些留学项目呢 我们跟合作院校都会在他们的国际处或学生处发布 大家可以及时留意院校的一些消息 以上是我们关于这个学习方面的讲述 那讲到学习 我们就有毕业 毕业之后就要就职 我不知道咱们大家现在 今年的就职其实是比较 比较不好的 受新冠这个影响 很多就职活动其实都被破终止了 所以今年的就职其实不太好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其实还是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克服掉 所以我们才会催生到很多网上的这些 无论说明会 还是直播 留学会等等 我们以2018年为例 来看一下大阪大学的学生 他的毕业之后都去哪 这个是本硕博都包括的 首先我们来看制造业 其实去制造业的人非常多的 因为我们理工科是非常大的学科 大家可以看到制造业的话 就是公司 一般以公司为主 还有一些公司的研究部门 然后电力部门 信息通信部门 这些都是一般是学部生 就是我们说大学本科的业生 经常会去这些公司去工作 那公司的一些研究所 也会有一些硕博的学生过去 然后还有这些 这些方面呢 这一页就涵盖了很多硕博学生的就职单位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日本这些学生 他们考公务员 比如说观工厅这边 是他们的一些公务员的一些部门 那学校啊医院这些主要是 硕博学生 比如说我在大阪大学就职 那我就属于这个方面 就是直接在大学就职了 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大阪大学的毕业生的话 他们的就职路是非常非常广的 那从咱们中国人学生 我来讲一下中国人学生这个就业趋势 中国人学生一般我们来这边读的话 很多人其实是读完本科 读完本科的人还不 还相对少一点 硕士是最多的 很多人是读完硕士之后会去会留留日就职 留日就职的话去东京比较多一点 一般去商社或者是去一些比如说达一通像刚刚那之类的一些 跟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公司 所以其实硕士毕业生的话去日企或者是留在日本工作的人比较多 但是博士毕业生的话 它是相反的一个倾向 博士毕业生是回国的比较多 除了在日本的研究所就职 或者是去比如说去欧美的一些研究所继续深造的这些同学之外呢 很多同学都是回到了咱们国内的高校跟研究所 去做老师或者是研究员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生的一个就职趋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留学生 如果你是作为留学生来到了板大 那跟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设施 除了上课之外 首先我们要讲到的是住宿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的这个住宿有怎样的了解 首先大阪大学现在是目前正在建造新的宿舍 是在我们的基面校区跟我们的吹田和风中校区之间 有一个叫山田的地方 这边是有新的留学生校区 是在宿舍区是在2021年投入使用 如果是在那个年度来到大阪大学留学的话 说不定可以进入住新的宿舍 这个新宿舍主要是以Sherford House的方式出现的 那它就是可以有一些大厅 或者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活动在这个宿舍举行 所以我们管它叫国际村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 等一下大家也可以问一下这几位前辈 包括我在内 其实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在租房子住的 租房子住 它其实在日本这边宿舍主要是过渡期来用 比如你来到第一年或者来到头半年 你可以住在宿舍 但是那之后呢 其实很多同学也会觉得自己租房子住非常自由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住一整间屋的 然后无论你夜里想写报告 写一整夜啊 或者是晚点回家 其实都不太受影响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 后来自己出去租房子住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有这两种方式 自己租房子 或者说住在宿舍 除了这个我们的关于宿舍之外呢 我们作为学生还有一些其他设施可以用 比如说这个 这些相当于咱们的大学的叫学生中心 或者是就业中心 学生处一些下馆的一些部门 在这边呢 我们有三个主要校区 它有学生中心 吹田学生中心 风中击面 除了这三个学生中心 他们是管学生的 一些比如说 你要去发行一些在学证明 或者是你要去了解一些学籍信息 或者是你要去办学生卡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学生中心在backup 在backup这些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作为留学生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门可以用 叫 它其实就是support office 它是叫留学生后援中心 它主要是面向留学生做一些 比如说你刚来的时候 不知道生活方面怎么办 或者是签证方面有问题 护照更新有问题 不知道在哪找房子 通通都可以去找这个 留学生后援中心 它其实是相当于留学生的娘家吧 就是是我们一个重要的 一个留学生的后援部门 在一些就职季的时候 它也会推出面向留学生的一些就职活动 这个是我们作为学生可以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部门 尤其是留学生后援中心 那除此之外呢 就像我们国内的就业中心一样 我们也有就业指导中心 叫就业指导与协助部门 大家也可以扫二码具体了解 这个协助部门是主要是每一年在就业黄金季的时候 它会办一些就职说明会 然后这些就职说明会会在学校里贴海报 然后同时可以去参加 当然平时如果你对于就业有一些犹豫 或者是就业上面有困难的话 也可以去找老师去商量啊 去求助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的就业中心 当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因为其实我们来留学之后 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还是如何有一个出口 就是怎样就业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以上这几点希望大家记住 一个是住宿 一个是留学生中心 一个是就业中心 这个是我们作为学生可以用到一些重要资源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想要隆重为大家介绍的一个 先卖个关子再放到下一面 是大阪大学面向中国留学生 专门做了一个留学申请的一个 援助的一个系统 叫龙门窗口 不知道同学们你有听说过这个龙门窗口 它是专门为中国 主要是以咱们大陆学生为主 做的一个叫什么 一个留学申请的一个协助系统 它主要干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申请留学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面临这些问题 包括但不仅限于不清楚申请留学 就是你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去留学 那可能是家长老师在帮你 但是你自己可能其实就是稀里糊涂就来了 可能就不太明白 然后就是第二就是不知道在准备哪些申请材料 我毕业证要不要翻译要不要复印或者是是word发还是还是pdf发等等 这些细小的问题 有这些问题 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还有很多很多日本的学的一些同学 他们比如说担心发邮件给导师导师不回复 比如说一位导师像我们之前我的导师 就是他一天可能会收到100多封邮件 他可能回着回着就回不就回不过来了 干脆就都不回了 所以他其实是顾不上的 那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就制作了这个 面对面向我们广大中共的省运人数特别多 我们这个入学志愿申请支援制度 通过这个制度呢 我们就可以明确申请所需要的材料和流程 然后也可以去把你的这些讯息有效的传达给你的指导 就是目标指导老师 并且可以收到这个指导老师是否可以直接对接这个老师的这个控制 当然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其实就是用这个系统可以避免中介啊 就是其实很多 我相信我曾经在留学的这个留学展上遇到过 就是面临中介该如何选择的这个问题 那在这方面呢 其实本大官方出的这个系统对中国留学生是非常是有非常友好的 你就可以不用去找中介 然后也可以去也可以去满足你的申请需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具体的这个流程 就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你可以找二维码去具体了解他的流程 他的主要流程就是申请者去准备资料 然后去网上注册 然后把这个资料资料上传到这个窗口之后 后面这些老师们就会帮你去分析资料去向导师传达 然后获得许可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步 就直接联系导师 然后导师这边给你发了叫内诺书之后 就可以来到大阪大学学习了 这个具体的这个文件呢 等一下我会直接发到咱们城里去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PDF我都会发给大家 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具体信息 今后大家如果想要多了解的话 第一个可以去我们的上海同济大学的东亚学习研究中心去具体了解 还有就是可以联系我们群里的徐医老师或者是我 然后我们也会在我们群里面上传一些资料 大家也可以通过资料再详细了解 那说到这个了解资料 我们要向大家推出我们的这两个页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一个是大阪大学做的中文官网 当然我们这个中文官网的界面还不够友好 有待改善 这个还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但是它就是面对 面向我们中国流动中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出口 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新闻 或者是活动的一些预告 放在中文官网上 还有它同步放的是大阪大学的官方微博 是我们东亚世界研究中心在backup 所以这两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今后的一些留学的一些活动都会在这两个上面公布 好我们看到下一个是我在版大等你来 其实我今天的主要的介绍部分主要是这些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进入第二个环 在进入第二个环境之前 其实我还有个视频要跟大家看 我的主要介绍部分是这儿 我们在看第二个视频之后 以及在我们的五个前辈跟大家分享 留学心得之前 有一个希望大家来协助的 我也没发到群里 是这个 我跟大家也在群里预告过 是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一场 主要是讲了一些概况 然后主要是一些问答环节和一些主要的一些部门的介绍 但是接下来肯定大家会有一些细节问题 或者是根据不同的专业 大家可能会想要了解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会预备会有一些线上的讲座 我们会邀请大阪大学的教授 大阪大学的老师同学们来为大家去讲一些各个专业 现在更先进的一些东西 关于这些消息呢 我们想要继续跟进 所以请大家配合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 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消息 好 这个二维码等一下我也会发到群里面 那我们的幻灯片这边是到这个 到这个环节结束 其实占用的时间也很多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进入我们的前后辈 交流环节 我们有请我们的五位嘉宾先准备好 先准备好 我在放过短片之后 我在放过短片之后呢 就由五位前辈来为大家讲述自己的留学体验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短片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午前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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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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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这五位嘉宾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我们大阪大学理学研究科蛋白质构造解析博士三年级的李建南同学 大家好 然后是大阪大学医学部研究科循环器内科学4年医学4年级的长久阳同学 大家好 然后是大阪大学信息科学研究科计算机科学博士三年级的球师同学 哎 球师同学为什么在屏幕上 大家好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也在在这上面 哦 看到了球师同学的蓝天背景 可以可以 哈喽 我们来看下一位是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 然后这位是跟我一样的专业 日本语学博士一年级的沙广聪同学 大家好 我是沙广聪 我后是大阪大学信息科学研究科基础数学三年级 以及也是我们日本学术振升会的研究员 王启同学 王启研究员 大家向我好 好 这几位是我们的前辈 大家如果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留言 我相信这几位前辈们都看得到 也希望我们前辈们能够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对话框 跟后辈们来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那我自己其实也准备了几个问题 想要来问几位前辈们 首先是 我相信很多同学也都非常想了解的是 你怎么会想到来日本留学 希望我们来找一位前辈来回答一下 我们门里各找一位好不好 李柯是李建南同学 怎么会想到来日本留学 那我就先挑战一句 先把窗户关一下 为了太窗了 其实当时来选择日本 其实理由也是比较单纯 就是一方面 我本身比较喜欢日本的文化 比较喜欢日剧 比较喜欢动漫 比较喜欢这些日本的文化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当时是申请了宫派留学 然后我当时也是在国内硕士毕业之后 然后也是申请了世界各地的大学 去争取读博士 然后当时是获得了很多国家的 然后有荷兰的 有澳大利亚的 也有日本的 然后当时其实也是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到底去哪一所 然后后来仔细看了看之后 发现日本本身一个是离家比较近 然后我就比较练家 然后回家比较方便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来日本 然后时差也非常方便 就一个小时 基本感觉不到时差 也不需要到时差之类的 所以说如果想回国的话 就非常方便 三个小时的飞机 因为我是山东的 三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 所以说非常方便 所以当时就决定来日本 好 然后我们很快的 估计我觉得后卫问到 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我是17年 17年当时还没有 硕士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然后申请了公开 然后当时是在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读的硕士 然后当时当时是阎三 然后申请了公开之后 然后17年10月来的大阪 好 好 好 谢谢谢谢 那我们来问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问文科的学生 会比较怎么说 会比较好答 因为我们是学日语的 所以要来日本留学 对不对 沙广参同学 没错 这是西级的所作人即逝 就是你来日本留学 当然日本留学有很多学校选择 那为什么会从第一 这么多学校里选择个大阪大学 为什么读大阪大学 这个问题 对 为什么会选大阪大学 我觉得有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机缘 因为我本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 我是写的形成动词 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参考文 现在正好是我现在的导师 就是和西级学姐 一个导师 她写的论文 然后我读了这篇论文以后 是被我导师的 缜密的思维折服 还有被她很简洁的文笔 就是感动了 所以我就对这个老师的研究 产生了兴趣 然后通过这个老师 我是才对大阪大学有所了解的 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 机缘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大阪大学吧 无论是在日本 还是在亚洲 甚至说是整个世界的排名 都是比较优秀的 所以我挺希望来这样的学校学习的 就是这些 作为大阪大学的一名教职员工 真是非常非常欣慰 听到像这样的回答 当然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 确实是来到大阪大学之后 能感觉到 怎么说 她的研究氛围确实是非常好的 那我只能作为文科生来讲 我们的导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严谨 非常非常的让人折服 他的严谨程度是让人折服的 那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对话框里提出 我现在想问一下 这个我们的非常难进的 医学研究科的长景阳同学 我们的长景阳同学 他是在我们的新内科 应该用咱们国内来讲 应该是新内科 首先你觉得你是学医的 其实考到大阪大学 应该是非常难的 因为知道这个很难的一个学科 那你又是在新内科 为什么会选择大阪大学 或者是你考过来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医学生 首先就是我本人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原因 就是我的父母在02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就是也是医生 然后也是医院的这些有交流活动 然后来大阪大学工作过一年 所以就是我本人其实包括我的家庭 对大阪这个城市 还有大阪大学 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所以在我这个本科毕业之后 就选择是来到大阪大学 然后申请读这个新内科的这个专业 然后国内可能有些同学 医学生不太了解日本这边的情况 然后日本这边就是说读完本科六年之后 然后就可以直接申请博士 就没有硕士这一块 然后博士是四年 这样的话加在一起 实际上可能跟国内的这个本科硕士 到博士读完总时间 应该是差不多 然后主要是医学部 如果是考大学 这个考大学的话可能是要更难一些 因为大阪大学的本科在日本来说 尤其是医学这块是非常难考的 分数要很高 参加他们的旅游考 然后其实这个院生这块 也就是临床如果是想读博士的话 包括医学其他有一些相关专业 比如说工卫啦 或者是有几个专业他可能有硕士 读院生这块的话 其实我感觉没有那么难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国内读医的话 然后也有想出国留学经历打算 包括甚至说在国内感觉考研考博 压力很大又困难 这些同学我觉得可以 真的可以好好想一下 可以选择来日本读医学的博士 是一条很好的道路 然后入门的门槛我觉得不是很高 只要你英语 英语不错的话 就比较有希望 我觉得 然后好好找找老师什么的 应该就是很有希望 好 谢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长姐娘前辈是非常详细的 对于医学生如何申请板大这边的硕博的话 大家也可以多问一下长姐娘前辈 他是非常非常了解这块的 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前辈 他因为也是研究员 我们来问一下他这个研究氛围是怎样的呢 他研究室是怎么样在搞研究的 我也知道这位港企同学 我们的港企同学他是研究基础数学的 博士三年级他是我们的模范生 天天都呆在研究室有人作证 然后想问一下王企同学你在研究室 比如说你的one day的研究室是怎样的 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一天 或者是你在研究室搞研究的时候 是一个怎么样的自我形象呢 因为我这一个专业是基础数学 那么他大部分的我在研究室大部分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看论文 然后思考问题 那么有时候也会和一些 比如因为我是博士 他们也有一些修士硕士 会讨论一些问题 包括看我后边这种大黑板什么的 平时我们就经常会在研究室里讨论问题 再然后的话 基本上还会有一些小的这种其他学校的老师过来 或者说我们去其他学校 一些这样的小的讨论班 对 基本上过程是这个 确实在大阪 就是在日本今天大学 或者是在大阪大学的话 如果读到硕博的话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小的讨论班 那么我管他叫Zenny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跟前辈或者老师 非常非常小的人数 然后去讨论你自己的论文 去讨论别人的论文 从这里面来得到 就是自己接下来怎么写的这种 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应该就是在日本正在读博的这次各位 应该都是印象相当深刻的 然后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求实前辈 他的one day 研究室是怎样的呢 我的话其实 因为各个研究室的情况不一样 在我们研究室其实是一种 相对比较宽松的 讨论吧 就是大家没有固定的 什么时候可以来 什么时候可以不来 像我的话 一般一周 可能去 所以正常工作是五个工作日 可能去四个或者是三个一次 其他的一次在家工作 然后在研究室日常的研究生活的话 基本上就是论文的讲读会 然后每周一次的例会 然后和你单独指导你的老师的小的个人回忆 然后像这种 刚才欣欣老师说的灾米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我们研究室应该是没有类似的东西 基本上是以指导老师和你单独开小会的这么一种方式进行 整体生活上的话 生活上的话还是比较 整体的研究室份位还是比较轻松的 然后和日本人也好 和研究室里面其他的外国人也好 然后和老师也好 然后也一种非常友好和轻松的氛围吧 大家每天也经常一会儿中午吃个饭 然后研究室日常每年还有一些旅行聚餐 然后时不时的晚上又会在研究室拍一些 中文应该怎么说的 龙米拍 你说聚会 聚会 在研究室里面大家摆上一些东西喝喝酒什么的 然后像研究室 还有专门画出一个挺大的一个房间 然后里面有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游戏主机 什么Switch 什么PS4 然后大家晚上有时候或者中午 大家就一块打一打游戏 然后晚上的时候 晚上还是挺拉股的 就是挺开心的 然后7点多大家干完活 然后三四个人可能那时候 然后就一块去游戏室 然后研究室里面有很多的 就腾放了一些酒和饮料 然后一人开一瓶啤酒 那一几年就十年酒 对 然后就打一打游戏 然后喝一盒酒 然后到了可能9点多 然后再回工位上工作了一个小时 然后再回家了 然后每天很自由 就是时间的安排也很自由 然后可能就更需要学生的自主性 就是自己要管理自己的时间 还是什么情况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我们的这个琼石同学 他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 所以对他们的游戏设备会比较多 这一点呢 是其他的这个专业所不具备的条件 因为他们这个专业的嘛 专业的 专业玩游戏也要专业 对 刚刚这个我这个琼石同学也是 他提到了这个研究氛围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比较自由 你需要自己去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来到板大 或者是日本其他大学读博 读术读博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可能在本科的三四年级开始 你就能强烈的感受到 你的空余时间是 就是你除了上课之外的空余时间非常多的 你需要自己去学会合理的安排时间 不然的话 很多时候你的研究它的进展 是靠自己去来安排 然后老师他会问一个结果 会去关心过程 但是就是需要靠自己的地方非常多 这个也是学习自主性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途径 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 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都是博三 博三博四的一些同学 但我们沙广空同学 他是已经在这边 取得了板大的硕士协位了 取得了文学硕士协位 之后就直接读了博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深刻了解的 就是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以及这个重要性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哪位前辈出来讲一下 这个自主学习是怎样的 首先文科比较文科放养比较多 文科放养比较多 但是刚刚刚球师前辈已经讲到了 球师前辈讲到了 他们就是那个时间排比较多 我想问一下 我自然文科放养时间比较多 这个香港中同学这个自主学习是怎么安排的 对 确实 文科的话 像本科不算 硕士和博士基本是靠自己的自主学习 然后推进自己的研究 然后像我的学习研究的话 一般是有三个地点 以三个地点为主 第一个就是读书馆 然后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去咱们丰州校区的综合读书馆五楼 那边有一个研究客室 然后你自己进去以后 就一个独立的小房间 在里头你可以读文献 可以调查资料 可以写报告 基本上一待就待一天 然后第二个呢 也是研究室吧 然后我的话是日本野学研究室 我们研究室有两个 二楼我主要把它用来吃饭 那边可以闲聊 然后和其他的同学 无论是日本人 还是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交流 然后四楼有一个自习室 在那儿的话和图书馆差不多 也是怎么说一个人搞研究 然后第三个的话 第三个就是现在疫情期间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家 这个地方就成为我现在搞研究的中心 我每天早上起来基本是写一下 那这一整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钟的一个学习计划 或者是研究的计划 然后按照自己写的这个写的这个计划呢 一步一步执行 否则的话 没有人去监督你 就非常有可能划水了 对非常赞同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前辈是非常自觉的 那其实根据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也会有自觉的时候跟不自觉的时候 在日本在其他国家跟咱们国内其实到处都是一样的 就是deadline是最高的生产力 我相信每一位同学无论是在奇末的图书馆 奇末图书馆版大是24小时开放的 还是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在研究室都曾经测验写了报告 这种感觉这种体验其实是非常难忘的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各个前辈都已经大致介绍了一些问题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问前辈们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提出 我们来我们来cue几个同学问的问题 然后来回答一下 有人问到请问长久阳前辈的研究是怎么做的 这个能说吗 在能说的范围内身 我主要是研究动脉硬化和糖尿病相关的 主要是用老鼠模型 然后时间的话我们比较自由 但是跟文科同学刚才讲的可能不太一样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因为每天的任务很紧 基本上是被推着走的感觉 所以你不用去思考接下来该干什么 因为你手头总有做不完的事 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进行 然后一样每周有栽米 然后导师助教会看一下你的研究 进度给你一些意见 然后再继续往下做 这样一步一步来 基本上就是这个形式 然后主要是在实验室 然后这边因为咱们中国留学生 一般都没有日本的职业医师执照 所以去临床的机会很少 基本没有 所以主要就是做基础的研究 我看到有同学问到了这个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发表论文跟参加学术会议的这个情况 他是问的硕士期间 硕士期间的话 其实对于 怎么说 其实发表论文跟参加学术会议 对于硕博和各个研究科 它的要求是非常不一样的 从我们文科角度来讲的话 硕士对于论文的发表和参加学术会 其实没有要求的 没有要求 你就最后提交你的硕士论文 修满你需要的些分上课就可以了 但是博士呢 是根据各个研究科是不一样的 博士是要发表论文的 文科这边 比如说我是日本语学 我是研究语法的 是要博士毕业 是要除了你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外 要两篇以上学术杂志投稿 这个学术杂志投稿 必须得是有查读的 学术杂志投稿 然后学术会议呢 就不限了 参加多少次都可以 一般我们都是十几次吧 然后这个理工科呢 就不一样 理工科的话 可能也是各个一篇到三篇不定 有的学科像医学 我不知道工学理学那边 应该是还有因子 影响因子的要求 对不对 我不知道建南灯王喜秋实那边 你们那边是不是有影响因子要求 或者是几篇论文能毕业啊 我们这边是一篇 然后不看一篇因子 只要发一篇就行 哇 我们这边也是一篇 大家记住一篇 只发一篇论文 就可以毕业这几个研究科 一定有一定不要放过 我先回答一下他们那个 那个修士期间情报科发表论文 这个情况吧 是基本上好的好的 其实修士时间很短的 一般就是两年嘛 然后你如果不读博士的话 还有就业或者之类的 一般来说在第一年是有机会参加一个 基本上人人都有机会吧 参加一个本地的 就是日本本地的学路会议 应该在国内的话 应该就比如说什么中国软件工程 工作会议之类的这样的 然后国际会议的话 其实这个每个人差别就很大了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非常勤奋的话呀 应该能在第二年的有机会 获得一次像这个国际参加 收入会议的一个机会吧 然后因为日本这边相对来说 比如说在我们情报研究科吧 经费一般来说比较充足 基本上还是能非常 能支持大家去海外参加 就是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的 而且是可能有时候比如说 不需要你发表一个这个 包配合嘛 发表一个这个稍的配合 或者是一个甚至有时候 一些这个posta都可以拿到这个 去海外参加什么会议的 这样的一个经费支持 论文的话 就刚才说的嘛 时间比较短只有两年 然后你还要还要上课 还要找工作之类的 可能想发表一篇期刊的话 需要还需要很很多的努力 把我这么做 应该这个情况 好谢谢琼琼前辈的回答 我看各位前面也是在我们的群里面 也是非常详细的回答 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在线 能够回答的有限的话 我们群里面 因为咱们有一个群 我们也会持续的帮大家解答问题 尤其是我们要强调一下 刚才我们那个调查文件 等一下麻烦我们的徐老师 徐老师再把调查文件的奥尔马 发到我们的群里 大家记得填一下 因为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填到第12项 第12项有一个空白矿 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建议 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里面 我们和很多版大的一些老师们 会帮你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好 我们各位前辈都已经介绍了一些研究室的情况 也有很多的同学也在不同的提出问题 这个我们就边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我边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吧 就是你觉得来到大阪大学之后 让你觉得特别好 特别留恋 特别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 我先说 不然我先说 我觉得是他的图书馆 为什么 我相信我们在图书馆会经历了 就是跟你研究室想 你图书馆可能会 因为我是文科生 理科生可能是实验室吧 文科生的话 在图书馆待的时间非常长 我有非常长的日子 都是从早到晚 待在了图书馆的个人研究室里头 它是可以去借钥匙 你可以在网上预约 预约完之后 然后可以拿了钥匙 把自己锁到那个小屋子里面 然后去借了文献在那儿读 然后可以上锁 你可以吃完饭接着回来 那地方待的时间真的非常久 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每次我去我们六楼的书库 如果是大家有机会来到大阪大学 我因为参观还是将来学习 如果你能进到图书馆 一定要去书库看一下 综合图书馆的书库 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地方 每次去 虽然我会觉得一个人去 会虽然会觉得比较阴森 但是那种被书包围的感觉 真的是特别的好 所以图书馆是一个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而且现在图书馆设备非常齐全的 它有很多电脑 你可以去那儿跟你的小伙伴 一起讨论问题 或者是去那儿去自己去搞一些 搞一些自己的一些研究 去分析你的语料库等等 都是可以在图书馆 因为它有大的电脑 小的电脑都是有 设备上也很方便 而且通过图书馆可以去找 很多你想要去读的一些 你找不到的一些文献 你可以去让图书馆的老师帮你找 我们管它叫投料塞 然后这种功能 其实也是用了非常非常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图书馆 是一个我非常留恋的地方 虽然现在因为疫情进不去了 不过今后也会多多利用 那几位同学 我也想听一下你们 各位前辈你觉得 来到大阪大学 有什么让你觉得 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特别留恋的 对我今天要思考一下吗 太多留恋的地方 可能对我来说是 版大的风景吧 像春天 春天图书馆门前 不是有一篇小池塘吗 然后池塘周围都栽满了樱花 然后樱花绽放的时候 非常美的一个池节 啊 浪速水源吗 对对对 因为樱花落的时候 那些花瓣都会飘到水里 然后你整个池塘 倒映的都是花瓣 还有图书馆它的一个倒映 等下下标词的词 不小 嗯 像秋天的话 那路上是工业 工业和银杏 当然我觉得国内也很美 蘇州大学很美 对 我觉得苏大的银杏度 可能会比板大要稍微更好看一点 好 我们看在线有个苏州大学的同学 来一张照片看一下 我们的香港同学 香港同学以前是 我们有苏州大学日语的 那我们其他的同学 比如说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启同学 你觉得有什么让你特别留恋的呢 应该不是后面的那块费版吧 那就不说学术了吧 说一个和生活相关的 因为我是18年4月份来的 当时我来的时候呢 就是我刚才看那个聊天也有同学说的了 说日语不太好 我就是直接申请了这边那个博士 然后其实那个日语 我日语也不是很好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去丰东校区 有一次坐校车 刚下校车的时候呢 就是下雨了 下雨很大 但是我没有带伞 就在那个下校车的地方 那个有那个保安大叔 他就主动把那个拿了一把伞给我 让我用 因为他可能看我比较着急 想去别的地方 那个时候因为刚刚来嘛 然后日语也不会 不是很怎么会说 那时候我就感觉 哎这个保安大叔太好了 然后就是那一次之后 我就感觉 在包括后面去到其他的大满大学 一些那些建筑里面 楼里边各个研究科什么的 他们都会在那个门口放很多把雨伞 因为我是经常下雨天 总是忘记带伞 所以我这一点感觉还是印象挺深的 我走到哪都不用怕那个 说那个忘记带伞什么的 会被李明镇 对 好 这是生活上一个一个小分享 那么其他几位前辈呢 有没有让你也特别留恋的 或者是印象挺深刻的事情 我能稍微打一下岔吗 好 刚才王岐同学说到日语水平不好 然后其实我也想起来就是当时我来的时候 日语水平也很水 然后其实针对于就是不管是日语也好 还是英语项目也好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网上看一看版大的一些特别录事 就是专门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些录事 他们其实本身有些项目 尤其是我在这里说一个吧 就是李克这边有一个项目叫SISC 这个项目是英语项目 同时他本身对学生的日语水平没有任何要求 然后如果说你的英语还可以 然后也可以试着申请一下这种 就是针对于外国留学生的这种英语项目的入试 然后他们的那个入试的难度不是很大 甚至说我们那个SISC的话 他本身是连笔试都没有 直接就是一个面试 你面试只要表现得很好的话 就可以拿到offer 所以说相对于普通的日语的项目来说 其实广大的英语项目的难度 并没有这么的高 而且甚至说对你的英语成绩 都没有明确的要求 比如说SISC的时候 他当时要求就是说 要求你提交语言成绩 但是你的语言成绩 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杠 比如说雅思 吉尔吉 比如说拖福 多少分 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的 就是说你只要是考过 或者说英语水平能够满足教授的要求 就可以获得offer 所以说大家可以先仔细地去看 看一下官方的目击要项目 然后包括针对外国的留学生的特别入室 这些信息其实网上都很全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谢谢 好的 谢谢 这也是关于我们入学考试这块 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我们其实今天时间也剩的时间不多了 相信大家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我先来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谢谢今天参加 并且还有95 为什么坚持到了最后 首先今天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版大的第一次在线 留学说明会活动 当然我本人在技术流这方面还是非常菜的 然后可能在播放方面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然后接下来从第二次开始 我会用更好的直播方式来为大家呈现版大的研究风格 这一点希望大家持续期待改进后的直播方式 然后刚刚大家问到了这些问题 首先第一点我们再强调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得填我们的这个问卷调查 并且把你的问题写在那个空白处的那个意见栏里 然后我来预告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把哪些资料发到我们的群里呢 一个是版大的2020年版的留学手册 这个我等一下会发给大家 然后这个留学手册里面是包含了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一些留学条件的介绍 他刚刚那个 刚我们建南前辈提到的这个外国留学生入室 就这些入室 这些信息在这个手册上面是有一些大 大的梗概介绍 这个会等一下发给大家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龙门 他的这个申请方式 等一下我们也会发给大家 这个是我来备注一下 关于外国留学生的入室 我们的主页上其实是有的 但是我们主页 因为信息信息量太大 可能在大家手机上打开的时候比较慢 但是等一下这个我也会发给大家 以下是我会发给大家的东西 当然我们的视频的话 我们会上传到优酷网 回头我们的微博上会登出 而且我们的视频也会上传优酷网 之后有我们的徐一老师在发给大家 以下是我预告发给大家的这些方面 接下来呢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时间因为有限 就大家继续可以在还在群里继续问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希望大家来想一下 比如说你特别想要了解的 你想听哪个研究科的老师 来向你介绍他的研究 我们接下来会准备第二场里面 以及后面的第三场第四场 会邀请到大阪大学各个部门的教授 来为大家做学术讲座 如果大家有特别特别想要听的方面 一定要留言给我们 目前我们已经邀请到了 已经有刚刚的我们十黑号老师 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他说不定会带他的机器人们一起来参加 然后我们其他的学科的话 大家也可以继续 对十黑号老师那一场 我相信肯定会爆满的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期待十黑号老师 带着他的Edica机器人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当然我们还有十黑号老师 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的助教叫罗老师 他也会到时候为大家详细讲解 他在日本这边所做他的机器人研究 因为他在我们的中国学生里头 或者是中国老师助教这里头 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到此我们也会请他来为大家来讲述 他的留学经历就职经历 以及在十黑号老师手底下工作 是怎样的体验 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 给大家及时提出我们进入最中环节 就是请各位前辈对后辈们 说一句 你最想作为板大前辈跟后辈 想表达的话吧 我们从我们女士优先 从我们的沙总同前辈开始 有什么想在后辈们说的话 就老话说的好吧 有梦为马 随处可期 不复当下 不复少论 我觉得大家如果心里有 滑揣着留学这个梦想的话 那就勇敢去追 因为你只要敢想 敢去做 那么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 我觉得 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好 我在板大等着你们 谢谢 谢谢 我们其他几位前辈 挨过来不然我们 见男前辈 见男同学 你有什么对后辈们说的一句话 对后辈的说的话的话 其实当时申请的时候 也没有就是说完全设想自己会 肯定会来 但是当时确实是也是为了申请 做了很多准备 包括准备语言 包括准备面试 包括很多很多 我想给大家说的话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来的话 如果真的是想跟你的目标所 继续努力的话 就一定要就是 付出你能付出的每一分吧 然后去准备好你能做的所有的一切 然后对你来说 只要你付出的 只要你能够把你能够做的都做好 其实结果来说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了 因为你已经经历了 嗯 就这些 好 谢谢 谢谢 九阳前辈 九阳同学 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因为我来日本有五年多时间了 我感觉就是这五年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很好很充实 然后我觉得这条留学的尤其是当初做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我想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有机会 然后现在在大学毕业那么面临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去尽可能的尝试一下 尤其是来日本留学很方便 经济上 然后各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 所以很容易实现 嗯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没有后悔 然后而且感觉 嗯 这段旅程也好 这段学习的经历也好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来问一下那个王喜前辈 嗯 我觉得 嗯 学习是一个过程 然后就是包括咱们准备申 你申请版纳也好 申请其他学校也好 你这整一个这个准备的过程 就是你进步 就是你学习的过程 那么 有之前有一句话就是 也是我一直我是那样认为的 他们叫叫 学如逆水行中 不进则退 那么这个地方的学呢 我给它延伸为 就不只是文化课的学习 而是说你对整个 这个人生成长过程各种技能的 各种个人能力的 包括其他各方面的一种学习 只要你在保持在学习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是会就是说有所收获的 那么我感觉你无论是深版纳还是深 其他这种应该是都会 体会到自己就是有所成长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请同学 还有我们邱氏同学 我们作为压整 我们请邱氏同学来给我们 后背人说一说两句 那我就再补充一点吧 就是说大家在申请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申请日本留学 肯定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情况 然后你要始终的季度 我觉得两点吧 第一个就是不要过高的估计 申请大阪大学 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来自普通的高校 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成绩 有可能有 或是特别优秀之类的 很多也都成功的申请 所以不要过高估计这个难度 然后第二点就是 不要过低的估计申请的难度 然后因为你在申请的过程中 你肯定会有很多人 很多个信息 比如说你可能会去中介 去地方 有时候会说一定能上什么 一定能上什么 然后大家一定要怎么说 保持自己的理智 包括你那些朋友告诉你 肯定能上什么 这就跟一个小马过河一样 大家肯定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说千万不要 也不要过低的估计这个难度 尤其是像感大的大部分研究科 考试都是有 刚才我的标签里也回复了 都是有笔试的 实际上笔试 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因为在我们身边很多同学 也不是很多应该说 都没有通过这个考试 然后回复了 所以说大家 既不要 总结的时候 既不要过高的估计这个难度 也不要轻视它 然后可能大家在申请的过程中 要永远记住这么两句话 可能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好 谢谢 非常精彩的亚洲 因为我们预定的时间是到三点 所以我们就非常准时的结束 那我也是 我们会在群里面继续联系大家 想要留在咱们交流群里的同学 欢迎继续留下去 我们会一直在那个群里面 跟进我们的留学信机 所以我也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大家 就是日本这边有一句话 当然咱们中国也有相同的叫 很多事情如果你不去做的话 你是不懂得会有怎样的结果和过程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亲自来试一试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留学梦的话 本大会永远向你敞开大门 欢迎每一位同学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这个线上就到此为止 大家请你们继续联系 谢谢大家 谢谢